在上一集中,猪猪侠他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绿洲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恐龙窝里有各种不同种类的蛋 究竟是谁做的呢?猪猪侠决定要等它出现 你们是谁?在我的窝旁边做什么? 这的窝是你的,那么这些恐龙大都是你偷回来的? 偷?不,我不是,我没有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猪猪侠,先用园林所扫描一下它的身份吧 看我的园林所 名称,窃蛋龙 生活时期,白恶记,西西地,草原,或半沙漠地带 身长,一到三米 种群,兽脚类,食物,杂食,特点 窃蛋龙头顶有个怂起的骨质头罐 嘴里没有牙齿 没错,我叫窃蛋龙,但其实我根本不偷蛋 这个名字完全是让我背了锅 你们跟我来吧,我把真相告诉你们 窃蛋龙,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你们看 嗯,一头西角类恐龙 看,它下蛋了 诶,你的蛋 等等,你的蛋还没拿 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照顾它 既然你发现它了,我就安心把它交给你了 请加油,再见 这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妈妈呢 这些蛋龙要做什么呢? 看到了吗?有一些恐龙会边走边下蛋 然后又不管它们 这些恐龙蛋可能还没来得及长大 就已经饿死,或者被其他恐龙吃掉了 除了这种恐龙,还有一些搓心大意的恐龙妈妈 会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蛋 这种事情在恐龙世界里经常发生 只要我发现了,就会把它带回来保护 我错怪了你 对不起,窃蛋龙,你是得伟大的妈妈 我们都错怪你了 让你背负着偷蛋的罪名 没关系,只要你们知道真相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如让我们来帮忙吧 怎么帮呢? 我们把那些不小心丢失的恐龙蛋 送回恐龙妈妈身边去 这太疯狂了吧,这么多恐龙蛋呢 嘿嘿,霸王龙,你们觉得呢? 我们同意 耶,太好啦 我们就在恐龙时代当一回孤蛋使者吧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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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